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以贯之创造条件 陪优环境 厚执沃土 加快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 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新时代新征程新伪业 贯彻落实2023年全国两会精神专栏今天播出 吉林省坚持藏粮余地 藏粮余祭 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 端得更牢 优环境 抓项目 强信心 开心局 通话市 加快培育壮大 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打造高质量发展 生力军 吉林省制定为老年人办实事清单 23项举措为老年人提供政策保障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的民间工商联届委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面对面了解民营企业需求 听取意见建议 景俊海强调 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 三个没有变 以以贯之创造条件 培优环境 厚执沃土 加快推动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 会上省工信厅 省工商联 分别汇报全省民营经济发展和支持服务民营企业情况 昊月清真肉业公司董事长从联标 求是光谱数据科技公司董事长姚志海 新兴与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张其武 这友山文旅商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吕兴燕 核心机械制造公司董事长胡天伟 结议汽车科技公司总经理王超先后发言 介绍企业发展情况 表达扎根吉林创新发展的信心决心 景俊海与大家及其交流 围绕人才隐喻使用 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数字化转型 创新驱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景俊海指出 当前吉林正处于全面振兴的关键期 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想企业之所想 及企业之所及 供企业之所需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 制定完善政策措施 构建亲亲政商关系 全力打造央企再布局 民企大发展 外资快涌入的新格局 为民营企业对接需求 拓展市场 发展壮大 创造良好条件 一要突出减政放权 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 提振市场信心 提高服务滞效 推动更多权力 资源 机会放给市场 放给企业 加快打造一流政务环境 二要突出平等透明 全面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帮助企业寻增量 密商机 促合作 加快打造一流市场环境 三要突出降本增效 有效保障企业资金 用地 用能 用人等需求 加快打造一流要素环境 四要突出公平公正 坚持包容监管 审慎监管 依法维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加快打造一流法治环境 景俊海强调 民营经济是支撑吉林振兴的重要基石 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推进吉林振兴发展的骨干力量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因主托 始终秉持实业报国理念 站稳阵脚 安心发展 练好内功 办好企业 努力做爱党爱国的标兵 勇于突围的先锋 守法经营的表率 屹立并举的典范 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贡献更大力量 副省长李国强 中省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省内约80家民营企业负责人 参加座谈会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会见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理事长 国际标准化组织品牌评价技术委员会 顾问组主席刘平均一行 景俊海向刘平均一行到访 表示热烈欢迎 向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感谢 景俊海说 多年来 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深入吉林开展合作 在助推我省品牌强农等方面 给予了大力支持和专业指导 希望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知识精神 一如既往关注吉林振兴发展 聚焦吉林百千万产业培育和十百千万企业培育工程 加快国际人参品牌中心 国际品牌供应链中心等重点合作项目建设 支持吉林打造一批世界知名品牌 助力吉林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质量竞争型炼主企业 构建以六新产业发展和四新设施建设为主攻方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刘平均表示 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知识精神 持续深化与吉林合作 加快重点项目布局建设 助力吉林优质产品 向吉林优秀品牌转变 为吉林全面振兴 做出更大贡献 在即期间 刘平均一行参加品牌建设与发展座谈会 并将分别前往吉林市沿边州调研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蔡东 中国物流供应链品牌集群首席专家张志寅参加会见 今天上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朱国贤 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 和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中央办公厅 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 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会议指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要深入学习领会 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 结合年度协商计划抓好调查研究经常性基础性工作 在全省政协系统迅速掀起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热潮 要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 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课题 紧贴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精准选题 深入破题 形成一批符合中央要求 结合吉林实际 有价值可操作的调研成果 为省委省政府提供优质决策参考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生动实践中体现政协担当 李龙熙 曹宇光 蔡国伟 秦海涛 刘伟出席会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要严守耕地红线 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 全面启动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把保障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 强化耕地保护硬措施 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只增不减 为端牢中国饭碗做出吉林贡献 眼下距离春耕整地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全国人大代表黎树县凤凰山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韩凤香 正在合作社内组织社员对即将食用的农机进行体检 我们的刺激手现在也都在组装机具 田里边其实也有很多的机械在作业 像是现在做咱们的离术模式保护性工作的捷杆归行 天气情况可以的情况下 我们预计应该是在4月25号左右开始进行播种 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 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 健全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局利益补偿机制 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今年韩凤香承包了1000多公顷的土地种植玉米 不仅全部采用了离术模式 还以300公顷为一个生态单元 进行规模化 集约化生产 先进的种植技术也带动了周边近千户的农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说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基 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我们合作社首先选择的是优质的品种 还有就是根据土壤的情况 选择配方的施肥 带领村民不断的增收支付 也为咱们吉林省的千斤粮食做出更大的贡献 2023年 我省将继续高位推动多做并举 抓实黑土地数量 质量 生态三位一体保护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同时 我省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充分发挥作物育种联盟作用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完成省作物北方经道两个种植资源创新平台建设 推进中科院东北地理所作物人工智能育种研究中心 鸿翔种业创新中心 新政达春玉米研究中心三个育种研发中心建设 充分发挥作物育种联盟作用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联合预反推一体化育种业企业 共同改良创制突破性玉米新品种 启动高产品种竞赛活动 评选出玉米 水稻 大豆 三大主量作物前十名的高产品种 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为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发挥两种作用 两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 截至2022年末 全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93%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 稳步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全省乡村农机从业人员达到141万人 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达到9725个 建设全城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734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我们将坚持把保护好 利用好黑土地 这个耕地中的大群毛 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 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技术 今年我们计划推广的面积是3300万亩 民以实为天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2023年 我省将继续落实藏粮余地 藏粮余计战略 严守耕地红线 全省计划落实粮食播种面积9000万亩 比去年增加323万亩 抓好千一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实施 正当现代农业排头兵 让中国饭碗装得更满 端得更牢 橙色更足 来自省畜牧局的消息 为充分发挥正银保单 联动织木联盟桥梁纽带作用 近日96603联盟服务热线 及吉牛云普惠服务活动启动 可受理养殖技术 疫病防控和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咨询 建立吉牛云加融资 吉牛云加保险模式 为肉牛产业数据统计 政策兑现等提供政策支撑 活动现场还通过 引起对接贷款签约活动 供投放贷款达12.692亿元 加快推动金融支募内涵拓展 产品创新 服务升级 全力推动金融助力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 那我们今年呢推出了活体宝 对这个养牛的农户 可以呢活体抵押 进行这个一个贷款的产品 有效地解决 小微养殖户的融资瓶颈 全力呢有效地支持我们 全省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 正银宝丹联动织木联盟 自2021年成立以来 先后推出200多种金融产品 累计投放畜牧业贷款 458.3亿元 肉牛活体抵押贷款 累计放款金额 65.24亿元 同比增长196% 截至2022年底 我省牧业养殖业产值 达到1482.6亿元 占农林牧鱼业总产值的 46.1% 通话市持续融助 创新型省份建设布局 分级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 强化科技创新引领 和支持服务保障 一个个注重细分市场 聚小主业 创新能力强 成长性好的 专精特新小居人企业 正茁壮成长 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生力军 通话市积极培育优质种子企业 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和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居人企业 建立四级企业培育 加强分级培育运行监督 对入库企业运行情况 进行定期监测分析 及时掌握和协调解决 企业面临的问题 在吉林正合药业 企业正寻求与科研院所 合作开发 治疗内风湿关节炎 银血病关节炎等 疾病的新产品 当地工信部门了解情况后 迅速成立工作专班 落实扶持政策 对接科研院所 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在我们企业转型升级期 帮助我们精准 对接了几个目标高效的优质品种 并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书 目前该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在金融服务保障过程中 通话市开辟了 专精特新企业服务专栏 向金融机构推送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录 企业档案 创新推出十多款 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 持续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信贷政策 开辟绿色通道 持续助力专精特新 及科创企业 推出小微快贷 云水贷等普惠型线上产品 给予贷款优惠定价 通话市坚持靶向发力 大理实施创业孵化工程 加强创业服务和 企业孵化基地建设 大理实施万名学子兴起计划 千名学子归巢计划 持续为企业招引高校毕业生 组织开展产需对接活动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主动对接大企业 积极融入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 截至目前 通话市拥有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军人企业5户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7户 市级63户 计划到2025年底 力争实现国家级 专精特新小军人企业5户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80户 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60户的培育目标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加大培育力度 制定和完善各项 服务企业的政策措施 引导和支持更多企业 走上专精特新发展道路 为实现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发挥积极推动作用 日前吉林省制定出台 为老年人办实事清单 从养老 就医 住餐 出行等方面 提出了23项服务举措 为老年人提供看得见 摸得着 得实惠的政策保障 吉林省为老年人办实事清单 围绕老年人对生活服务 医康养护 文体娱乐 权益保障等方面的需求 坚持可及化 便利化 基本性 渐进性原则 结合吉林省情和养老服务工作实际 由多部门共同研究制定 清单共有23个项目 每个项目都明确了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支出责任 由省值10个部门牵头落实 这个清单设计面比较广 内容比较丰富 有的已经纳入了省委省政府民生时事 相关部门正在重点推进 有的工作是刚刚起步 需要不断地完善提升 我们省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一定会更加幸福 在着力满足老年人对养老服务设施的需求方面 清单提出 针对社区养老需求 大力推进综合嵌入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针对农村养老需求 积极推进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大力推进农村养老大院和互助站点建设 针对老年人用餐需求 大力推进社区老年食堂建设 在着力为老年人创造更多便利安全条件方面 清单提出 为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市老化改造 推行市老化交通出行服务 为老年人开设绿色通道 上门服务等举措 开展居家老年人寻访关爱工作等 为养老服务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在着力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 清单中提出 推进医养结合工作 推进失智老年人照护专区建设 提续推进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 不断完善老年人体育场地设施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月20号新华社客户端 强信心开心局专栏刊发新闻 锚定万亿级目标吉林旅游产业跑步提速 对吉林省春季旅游项目集中开工活动进行了报道 这次活动是吉林省首次在旅游领域的项目集中开工 也是吉林省旅游业发展史上开工时间最早 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彰显了跑步提速 促旅游产业迈上新台阶的决心 3月20号新华网 长春高质量发展开心局专栏刊发 科创之城动能澎湃 报道说 长春市制定科技创新城发展规划 推动长春科技人才与国家战略 市场需求深度融合 使科技成为长春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3月20号 人民日报客户端 官场白专栏刊发 新农人被耕迹 报道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毕业后扎根黑土地 运用所学知识解疑答货 推广先进技术和理念 为乡村振兴注入圆圆活力 3月20号 中国新闻网刊发新闻 探秘东北虎报国家公园 报道 浑春作为东北虎报重要的栖息地 承载了国家重要的生态功能 这里的旗舰物种和人类正实现和谐共生 3月26号 长春机场将开启执行下航季航班计划 周计划航班量为2960架次 同比增长9.2% 在航线网络布局方面 长春机场预计执行138条航线 通航66个城市69个航点 新增及恢复国内5个城市 包括云南丽江 青海 西宁 广东惠州 山西运城和四川卢州 同时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 长春机场高标准打造 长春至北京 上海精品快线 日均航班量达13班和26班 长春至广州 深圳 成都 青岛 日均航班量达10班以上 至济南 杭州 郑州 三亚 海口 日均航班量达8班以上 在国际航线方面 结合出境游政策的逐步优化 长春机场加快推动国际航班快速恢复 韩亚航空将逐步加密至 韩国首尔航班 南航计划在4月初 恢复长春至日本东京航班 春秋航空 越南越捷等公司 也将恢复长春至泰国曼谷 和越南牙庄等国际热门旅游城市航线 2023年下航季 长春机场进一步优化了航空市场结构 计划运营航司达到31家 计划驻厂运力达50家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睡眠室 主题是良好睡眠健康支援 我省各地开展健康科普活动 丰富人们对睡眠科学知识 及健康睡眠的认知 今天通话市开展关注睡眠健康 全民睡眠公益主题活动 通过举办专家议诊健康讲座等形式 向人们科普正确睡眠的益处 以及如何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等相关知识 以后我也会科学合理地安排 工作与休息的时间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一起重视睡眠 重视健康 让知识给我们带来营养 让生活给我们带来收获 今天吉林大学白旧恩第一院小儿呼吸科 举办了世界睡眠日一诊活动 并向儿童家长普及了 避免睡眠障碍的科普知识 睡眠环境包括声音光线等因素 都会影响儿童的睡眠质量 此外成年人的睡眠障碍 最常见的是精神原因 比如精神紧张 焦虑 抑郁 恐惧 兴奋等 另外生活环境 生活方式的改变 也会导致失眠 专家指出 严重睡眠障碍可以通过医学干预和治疗改善睡眠情况 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务院国字委办公厅联合印发了 关于公布第二批 全国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基地名单的通知 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 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与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联合申报 成功入选 通过评选 旨在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企业实践体系 推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3月21号 由省州市残联共同组织的光明影院 无障碍电影工艺放映活动 在延吉万达影城举办 活动中 省残联向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残联 发放了中国传媒大学 光明影院项目组 新制作的无障碍电影光盘 并现场播放了流浪地球无障碍版本 接下来 省残联将通过组织开展光明影院 无障碍电影 进影院 进校园 进图书馆 进社区 进村屯等活动 持续推动光明影院工艺住宅项目 在我省落地生根 近日 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二批 全国农作物并虫害专业化 统房统治摆墙线名单 交合式榜上有名 2022年 交合式三大粮食作物 统房统治覆盖率达到25.2% 统房统治区 化学农药使用量 较农民自房区 减少31.1% 今天是24节季之一的春分 也是进入春季的第四个节季 这一天 寒暑平昼夜军 风和日轩带来的熔熔春意 也让众多候鸟飞抵驻足足 节目最后 走进浑春静信实地 欣赏丹顶鹤的曼鸟身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